这个女人穿上红色的礼仪 拿起小刀割开头绳 一头风银亮丽的黑发瞬间散落 她在肖下一缕发丝 塞给面前的情郎 愿她仔细珍藏 8月13日她会亲自去她家 与她约会 女人名叫阿璐 是此地名门武家的女儿 一日在外春游的阿璐突逢大雨 被逼到了一方屋檐下 此时这里已经躲藏了一个青年人 她的穿着很朴素手里抱着伞 阿璐健壮 当即就想离开 但她天生体弱 架不住春日寒雨的清洗 青年人见状主动解开一把雨伞 递给这位素未蒙面的小姐 然而阿璐不知怎地 忽然赌气起来 冒着雨离开了这儿 阿璐虽然是富家小姐 但日子过得也不算十全十美 老铁们Shorts时长有限 点击评论区至顶链接观看全集